悉尼31岁火车司机拥有13套房 这样的童话故事还能够再被复制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Mike 从事金融行业超过18年 是墨尔本最受欢迎的金融分析师之一 那么在最近几天呢 我们在不同的媒体上 包括英文和中文媒体上都看到了 一则发生在澳洲真实的故事 就是在悉尼的一名 火车司机 他在31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拥有了13套住房 那么实际上我在阅读完新闻之后呢 很多人啊 可能都会觉得这个 仅仅31岁就拥有13套住房 这个非常了不起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样的事例是否值得我们去复制 我在读完新闻之后呢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一些基本情况 那么这位火车司机呢 他从19岁开始呢 就开始了人生第一套住房的投资 实际上在他作为火车司机的时候 他的收入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高达几十万 平均的收入呢 只有8万澳元 即使算上了加班的时间 他的收入也没有超过10万澳元 那么他的第一套住房呢 即使是加上所有的开支和贷款 他的成本呢 也都控制在呢 大约是40万澳元以内 总共的13套住房 其中绝大部分的平均成本都是控制在50万澳元以内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大部分就是使用的是前一套房子的增值部分 再去做贷款 作为呢 下一套房子的首付 以此呢 做到呢 每周的新房屋的租金 能够超过新房子贷款的 这个利息月供 所以一切看上去呢 就是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他在短短的15年不到的时间里面呢 总共积累了13套房 但是我们要注意几点 13套房目前都是还有贷款要还的 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拥有这13套住房的产权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为什么可以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之内 做到呢 别人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做到的积累 简单来说 第一点就是呢 他自从他第一套住房开始买 到现在31岁 总共时间不超过15年 但是在过去的15年 基本上整一个悉尼 乃至于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都是处于一个大的上涨周期 换句话说 他每买一套房 过一两年 甚至于三四年之后 这套房在银行的估值都是上涨 因此他才能够再次贷款 来获得额外的资金 用于购买下一套住房 第二 它是建立在租金也要不能中断 并且每年保持稳定增长的基础之上 房价得涨 租金得涨 并且现金流不能断 而且房客还不能走 这几点要求里面 任意一条如果出现了变化的话 很有可能它的资金链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 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在疫情影响之下 澳大利亚主要地区 仅仅是出现了大约三四个月的房价下跌 之后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 房价又出现了一波猛涨 因此呢 这则故事实际上 它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上涨周期情况之下 说白了 它就像滚雪球一样 刚好它地处的是山坡的下坡地段 因此雪球可以越滚越大 那如果现在的情况发生逆转了 比如说从今年开始 澳洲开始加息了 加息就意味着 它每个月还款的利息将会大幅增加 我们不要少看这小小的加息0.25% 因为未来我们预计最少加息将会至少有三次 甚至于多的预测将会达到八至十次 也就是说未来银行标准利息 我们说的是标准利息 还不是零售利息 标准利息就会达到2.5%至3% 加上银行2.5个基点的利息 2.5个百分点的利润率的话 也就是说2.5加2.5 我们普通人房贷的成本 就至少是在5%至5.5%左右 如此一来的话 它13套房 我们就算它是50万一套 乘以13的话 差不多就是五六百万 总贷款额 即使它还掉了25% 还有四百万的贷款 四百万的贷款 利息如果增加了2% 那大家想一想 一年的利息将会多付多少钱 差不多就是整整八万至十万澳元的利息 这么大的一笔开支 它是否可以从它的租金上涨中 完全拿回来呢 我个人是保持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过去 应该说是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 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 特别是卖公寓房的很多的中介朋友们都说到 留学生以房养房 七年赚一套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建立在希望这些房子能够每七年翻一翻 不断上涨的这个大背景之下 但是如果房价不涨呢 如果房价跌呢 这时候利息又变高了呢 如果留学生又不回来呢 租客万一找不到呢 多个因素之中只要有任何一点发生变化 你的现金流就很有可能会面临中断 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卖掉其中的房子 所以说像这则故事 31岁的卡车司机收入8万 拥有13套房子 听上去像是童话故事 但实际上 它是在做着一个是刀口磨血 或者说我们说刀口舔血 或者是滚血球的投资方式 这个和我们之前说到呢 你投一万把利润再投进去 产生的利润再投进去一样 只要有一次大回调 那它很有可能前面的积累 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前空进去 但是至少会伤筋动骨 所以说这种投资模式 不论是在股市上 还是在地产上 其实都不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学习的方式 它呢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风险 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特别是在目前房价很有可能会下跌 而且利息将会不断上涨 这两个重大的背景条件之下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想复制12年买13套房 这样的事儿的话 基本上已经不再可能 而且呢 你很有可能会撞的头破血流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简单说的就是呢 我们很多时候在报刊杂志上 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听到很多美丽的故事 大家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他收入8万 12年会攒13套房 那我收入比他高 我完全也可以攒13套 甚至于更多的房 实际上 一 现在你是做不到了 二 如果你真的做到的话 你未来两年很有可能 这个日子会过得非常辛苦 稍不小心 这13套房很有可能前面的 一 就会被人砍掉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热门话题部分 如果您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关注 或者是转发我们的视频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我们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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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